商含论第131条 商含论第131条 取下为效 进入药法 那么这一条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知道 如果是伤寒病 它的症状是发热物寒的话 就是它发烧怕冷 说明这个病是发育痒 那么发育痒 一般情况下 可以用发表解表方法去治疗 如果医生治错了 用弓下的方法去治疗 那么体表中的阳邪之气 就会入理 进入到体内 入理它是由上中下的顺序去走 对不对 如果它现在上跤 这个邪气结在胸中的话 就成为结胸症 如果这个伤寒病 是无热物寒 就是怕冷 但不发烧 说明这个病什么的 说明这个病发育阴 病发育阴 病发育阴 你医生用攻下之法 那么体表中的阴邪就进入到体内 结在心中 成为心下痞 所以心下痞 就心话 摸起来 有痞硬之症 就是说 结胸症 可以发育阳 也可以发育阴 它都是从伤寒论 物质之后 造成的这么一种症状 伤寒刚开始 是从先倾息 我们的体表 这个时候要用发表的方法 发汗的方法去治疗 如果医生治错了 那么就会把体表的阳邪和阴邪 引入到上脚 胸中 成为结胸症 结胸症也有一些表现 比如说 它会引起脖子僵硬 因为心胸部位的经络受阻 必然导致脖子这个地方的经络受阻 经络是很近的 胸和脖子这个经络 联系紧密 导致脖子僵硬 导致胸隔那个地方 又硬又满的一种感觉 心下紧实 紧实 胀满 这就是戒心症 有的严重的导致 它只能仰头 不能低头 一低头的话 这个心胸部位就很闷 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去治疗呢 周金先生说 用大线胸丸 大线胸丸可以什么 散结 下结 卸满 可以把胸部这个结打开 可以把这个胀满之气把它卸出去 那么大线胸丸当中的戴皇莽孝 他是苦贤之药 苦贤之药 戴皇苦莽孝贤 和在一起 苦贤 苦贤可以什么呢 贤可以软结 苦可以清热 所以呢 戴皇莽孝就可以清热散结 那么庭粒子和杏仁 是苦肝之药 苦肝之药 苦中有肝 苦肝可以什么呢 苦肝可以泄满 苦可以泄满 苦肝可以泄满 就是心胸部位的个账满食 这种感觉 可以用苦肝之药来泄 肝随呢 它这个药性比较俊猛 它可以直达病灶 直达病灶 来把它泄出去 其中有白蜜 就是蜂蜜 蜂蜜有润滑的作用 润粒的作用 可以 让大便排泄通畅 所以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蜂蜜 来助 帮助上面的几个药 往下泄的时候 更加顺利 所以说这个大献胸汤 大献胸丸 做这么一个丸 它是照顾到方方面面的 又可以清热 又可以散结 又可以泄满 这美味药都是有自己的作用 好 这一条 就简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上海论第132条 结胸正 其脉 伏大者 不可下 下之则死 那么这一条 比较简短 怎么样去理解呢 我们知道 结胸 结胸之正 为邪结胸中 属于上交之分 属于上交这个部位 如果病的外脖是寸脉服 官脉 小细沉紧 这个时候 我们说是通过这个脉象可以推断 它是邪结在里 可以采用攻下的方法 如果病人的寸脉服 服大脉是服大的 并没有沉紧之相 说明这个结胸正 它是什么 邪在表的部分还占大多数 还没有完全形成 内结 没有完全形成 理结 所以这个时候 攻下 恐怕就会造成 病人的极度虚弱 那么邪气呢 就会 从表趁虚而入 迅速的在内 形成邪气之结 这个时候反而 很难治疗 所以说 就是把邪引进来了 引进来了 所以原本就说 下之则死 就采用攻下的方法 就会造成 很难治的一个情况 那么 从这一条我们可以知道 结胸正 它也分轻重缓急 结胸正刚开始的时候 脉伏大 还没有 小细沉紧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邪在表的部分多 应该用 发表之药 先清除 体表之邪气 然后观察病人的 进一步的发展症状 如果 盲目的 一开始 不分清风造白 就用攻下之法 那么 就伤人体的正气 病人会造成 极度虚弱 把邪 引入到体内 形成时节的时候 病人就会发生 病危 死亡的这个情况 好 这一条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认识 学习 谢谢大家 《伤寒论》第133条 杰凶正西举 烦躁者 亦死 这一条 很简短 也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说 邪心症 西举 西举 就是全部都具备了 邪心的那些症状 邪心哪些症状呢 就是胸中 胸下皮满 胸隔 结满 另外还有一些会出现 脖子僵硬 这些情况 如果这些症都有 说明这个邪结 已经很深了 程度很深了 程度很深的时候 又加上一条什么呢 如果病人又有 烦躁的这个情况 说明 这个胸部的这个邪气 已经侵犯了什么 心气 我们说 心主神明 病人烦躁 心烦意乱的时候 上面这个邪已入 心包落 邪已入 心死 所以这个时候 忠敬先生说 烦躁 这个意思 就是说 邪气 侵犯了心死之后 就会发生 危症 难治之症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劫胸症 有的是 不治之症 特别是 侵犯了心包落的时候 侵犯心包落的时候 怎么知道 他侵犯了心包落呢 怎么知道 他侵犯了心死呢 看病人 有没有烦躁的现象 所以 但是有些病危的人 在走之前 就是很张狂 很烦躁 然后走的时候 这个 面目猙獰 那一情况 这都是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 这一条 把仲敬先生 给我们指出了 一个 病危之症的一个情况 好 这一条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伤害论 第134条 太阳病 脉腐而动朔 腐则为风 朔则为热 动则为痛 朔则为虚 头痛发热 微道汗出 而反误寒者 表未结也 一反下肢 动朔便时 革内剧痛 胃中空虚 革气动革 短气造反 心中懊恼 阳气内线 心下阴影 则为结胸 大宣兴汤 主之 若不结胸 蛋头汗出 鱼处无汗 奇景而环 小便不利 身必发黄 大宣兴汤 带黄六两 莽孝一声 甘随一前 幼三位 以水六声 先煮带黄 取两声 去字 那莽孝 煮一两肺 那甘随末 温福一声 得快力 止后福 那么这条比较长 没关系 我们 一条一条的 竹子竹具的讲 首先我们讲这个脉搏 脉搏 如果动 朔 它是属于羊脉 脉向动朔之向 就是跳动的快 它属于羊脉之向 羊脉之向 一般情况下 说明邪气在表 邪气在表 那么睡觉的时候 出汗 叫做倒汗 什么叫倒汗呢 就是睡着 睡着的时候 这个汗悄悄的出来 这叫做倒汗 邪气 在半表半理的时候 病人应该 不会有怕冷的症状 如果病人头痛发烧 微微的倒汗 反而怕冷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邪气还没有进入到半表半理 邪气还在表 说明表邪未解 还是应该什么 发汗解表 治疗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医生是错了 没有用发汗治疗的方法 医生用攻下的方法 那么邪气就趁虚而入 攻下之后损伤了胃气 胃气虚损 那么表邪就趁着里虚 就往里面走 如果邪气再表 则会呈现出阳脉之脉相 如果邪气再理 则会呈现出阴脉之相 邪气内线 那么动缩至阳脉的这个相 就会变迟 变缓 而伏脉 却独自不变 如果脉伏 说明邪还在表 邪还在上交 就是邪气往内走的时候 邪气往内走的时候 羊脉变成了阴脉 也是有可能的 动缩至脉变成了 实脉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伏脉却不变 说明这个邪气往里走的时候 还走在什么 上交 走在上交 所以同他这个 脉相的实 伏 可以推算出 邪在上交 邪结胸中 上交阳结 上交阳结 这个脉伏 脉就沉不下去 那么 外邪之气 趁着胃中空虚 进入到里边 劫于胸隔 胸隔之中剧痛 说明呢 邪气侵犯了胸隔的部位 包括病人出现的短气 造反 心中懊恼 这就属于什么 邪热成实 成了实邪 阳气内线 气不通欲隔 拥到心下 导致心下硬满而痛 变成结胸 这个时候 要用大献胸汤 来下他的结热 因为这个时候 邪热成了实 结成了实结 结热成实 就要用大献鸣汤 来下这个 实邪之热结 如果病入胃中空虚 阳气内线 不结于胸隔 邪气不结在胸隔 这个部位 而下到胃当中 那么这个热邪 就会造成变身出汗 这个热邪 蒸腾到全身 全身就出汗 这个时候 热气就能发跃出去 热气发跃出去之后 身体就不会发黄 如果这个时候 病人 只是头上出汗 身上没有汗 小便也不利 那么热邪 就不能完全发跃出去 而是预及在 体表皮肤当中 那么身体皮肤 就变成就发黄 这是 也是一种热邪 不能发跃完全的 一种推断方法 看他身体是否发黄 是否全身出汗 那么大献鸣汤当中的 带皇又称为将军 对不对 带皇的苦味可以抵挡邪气 像将军一样把邪气打出去 莽孝又叫做消食 莽孝是咸味 可以软煎散结 软化硬结 甘随可以通水 甘随在带皇和莽孝之间 通两者之气 可以直达而透结 所以这一条 我们可以看出 重金先生讲了脉象 讲了一些结胸之症 怎么用大献胸汤去治疗 大献胸汤的治疗方法 或者他对的症状 是胸隔之位 有食热之邪 大献胸汤 首先你要确诊 这个病人 他的邪热之气 在上脚部位 他能用大献胸汤 在上脚部位 在上脚部位的话 怎么去推断 首先他的脉伏 脉伏 可以推断在上脚 然后病人又结胸症 就是心下脾满硬 并且出现短气 造反心中懊恼 这些都可以推断 邪热成食热 就在心胸隔的部位 这个时候 就要用大献胸汤 赶紧采用攻下的治疗方法 把这个食热泄出去 所以说 脉伏 不一定就非要为 发表 或者是 发汗的方法去治疗 脉伏 也有可能是结胸症 呈现的一种脉象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脉伏 也就是说 不能光凭脉象 就去确诊 他的治疗方法 凭脉象 还要凭什么 凭病人的一些症状 来综合分析 他这个邪气 究竟是在表 还是在半表半理 还是在上交 还是在某个部位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中医治疗的目的 就是把邪气打出去 清出去 对吧 邪气在提表 上寒刚开始的时候 邪在表 就用发表的方法 上寒六七日后 七八日的时候 七八日的时候 邪在理 就用清理 邪下的方法 邪气 刚开始 在提表 然后过一段时间 到了上交的时候 成为结胸症 那么 就用攻下的方法 去治疗 有大腺胸丸 大腺胸汤 都可以用 这个一定要 具体的症状 具体的病人 具体对待 一定要分析 辨别清楚 不能用错了 千万不能治错了 好 这句话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伤寒论 第135条 伤寒六七日 劫胸热食 脉沉而紧 心下痛 按之 适应者 大仙胸汤 主之 那么 这句话 意思是 怎么去理解 我们说 结胸症 是由于 邪气 在表 的时候 医生 治错了 才用攻下的方法 把热血 引入到胸中 形成 劫胸症 那么 这里 这句话是说 伤寒六七日 劫胸热食 这里是说 并不是 医生 治错的 而造成的 劫胸症 而是说 伤寒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治 拖延了 治疗的时机 到了六七日 的时候 是邪热 传理 自然的 传经 传到了里边 传到里边 形成 时日 那么 脉尘 说明邪气 在里 脉紧 说明邪气 是理 时 而不是虚 又心下痛 还有 摸起来 是硬的 心下硬痛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也是结胸症 可以用 大献胸汤 来 下这个 节热之时 斜 施血 那么这一条 我们在 134条的时候 已经 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 结胸症 他是 斜血 在 胸 阁 这个部位 之所以 形成 结胸症 有可能 是医生 没有治疗 但是 这个病人 自己没去找医生 看 拖延了 这个 关键的治疗 时期 到了六七日之后 伤寒之血 自然的从表到里 传导的这么一个过程之后 从 外寒之血 变成 里热之 食血 结在了这个上胶的胸隔 部位 也可能形成出 那个 结胸症 那么 只要是这种症状 你要从这个时间上来推断 从病人 问病人是不是伤寒感冒了 六七天之后 对吧 在这个期间 没有医生用 用功效的方法来治疗过 没有医生治疗过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 就可以推断 那么 首先你这个 血已经传理 形成里热 然后再 按他的心下 如果有痛 硬 拒案的这么一种情况 就可以判断为他热 而且包括他的脉搏 你要摸他的脉搏 摸他的脉搏 可以为臣 可以为臣 因为血气传到里了 这个时候也可以是结胸症 也可以用大血胸症来治 好 这句话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各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